《瓣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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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他知道 如果把一个铁烧红了以后 你不能去摸它 你需要去摸那个烧红的铁 你就会被烫伤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也是這樣 你盡量的不要去犯同樣的錯誤 那麼靠什麼來保持這個記憶呢 博物館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文物說話是比我們說話 比文章說話 比廣播裡邊說話 它更有力量 我特別喜歡這種收藏 可能是女生居來的一種德性吧 不是有各種各樣的痞嗎 我這個算不算是這種收藏痞 病態 一種病態 小時候需要收藏的時候 因為文化大命剛開始的時候 父親被作為走制派 我在家裡邊是老大 是大兒子 需要我給他提供一些情況 然後我要出去給他找一些 上面有我父親的傳染小報 如果是大字報的話 貼在牆上的話 我需要把它抄下來 這個算一個起因 也算是個起因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博物館 每天的生活 每天的一個行動 它都是根據自己人生的經驗 教訓而做出來的決定 而自己的經驗教訓 而一個國家的經驗教訓 一個民族的經驗教訓 往往它的體現就是一個博物館 官方的歷史博物館 對於中國那些文革 反右啊 這樣一些政治運動的 基本上它沒有設計 對於官方來講 這是不太好的歷史 所以他們就不太好歷史 中國人就是習慣於無視 就把它忘掉 建成博物館比較獨到 他會想到這段歷史也是中國人的歷史 雖然是很悲慘的類似 還是盡可能把它收集 目前來講在民建博物館中 它是規模很大 長平很多 它可能更多的是收藏一些官方 說不出意的東西 像自業壽終的話 其實雖然它是一個計時的一個工具 但是現在來看的話 它是一個景色之中 它上面代表的是一段 特殊的歷史 特殊的政治 我們後人的話 必須得以時為見 於家庭裡面 他們肯定有象徵 這不過是 他把它保存下來的問題 但是說這個事情頭顱大 一般的民眾他不會幹 是嗎 這個老闆 我管他的官員怎樣 他起碼做一個貢獻 就說我們國家 國幫的 他不能拿著資金來辦這個事情 國幫的他要搞 先進的課金 他不會搞這 農民種地 他們還帶象徵種地 搞在身上 他說我終於毛澤東 再重地 我們學人讀書 你終於毛澤東在讀書 那麼解放軍當兵的 你終於毛澤東在砍槍 就這個歷史 那個時代不是瘋狂 而是非常瘋狂 瘋狂是一般化的 咱們高興的跳下崩叫瘋狂 那是叫非常瘋狂 對 那全國都在瘋狂嘛 那不是非常瘋狂嘛 瘋狂兩個字太平淡了 這個年代就是文革這個時期的一種虛幻 一種假象 甚至包括去欺騙 儘管是成立了上千面 當年的紅色年代的禁止 它更多的是一種觀念 是一種抽象的印象的 這麼的一種表述方式 這個館一般的人呢 還是不太能夠看明白 甚至很多人在這個館裡面迷路 走不出來 在裡邊老是打 在裡邊轉 在裡邊轉 經常給我們打電話 說我們出不來了 你們來救我 我們來派進訊 去把他給帶出來 這是毛幾種樹蛋 這是文化大革命的流少許 當時你說我也不太好懂了 我們也比較年輕 呵呵 這就是習近平的爸爸 習主席 我們中國的台上皇 他那兒子當了官家總書記 對嗎 呵呵呵 很了不起的 我看樊官家的微博 他說 沒有了等一下要發財 對對很多人要發財 沒有了那個貓車中要升棍 哦就是 所以說我們百姓都相信了 就是文化大革命就說 沒有了等一下要發財了 鄭小林 因為在這個改革開放期間 根本當然是社會 哈哈 三十年前 不可思議自己能夠建博物館 更不可思議自己一個私人 能夠建技術博物館 現在都已經搭到了 這也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實現的 他雖然是上面還讓你搞國館 但他會有很多限制 他是展示了文革市的生活 但是到庫裡去看了 好多東西都沒展出來 他還是淡化了那個事業中的那種悲慘無奈 或者是人命的損失 也不是政府不讓建 實際上我們自己也認為現在還不方便建 你比如說文革的武鬥博物館 不能建的原因很簡單很簡單 就是當年參加武鬥的人現在都還在 而且人數多 也不能讓這個社會 他的兒子他的女兒再來糾纏這件事 我覺得現在就是沒有這個必要 我們現在比較重要的是 在收藏文革以後改革開放的這些東西 5月12號地震 6月12號開的館 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博物館 能夠在一件事情發生的一個月之內 把它呈現出來 我們做到了 做一個博物館的工作者或者一個收藏家 我的真意是把這些這些東西收藏起來 來給他提供一個平台 一個舞台 當年地震的時候 他是從那個廢墟裡出來的住 活了好長時間 所以他就要住堅強嘛 就這樣 堅強一會兒 一會兒把你的腳給吃了 堅強 別想住 我堅強來了 我受傷的這個文物 對我們國家 對我們民族 可能是一個有價值的 有意義的一個貢獻 博物館盡量地保持一種理性的 甚至是比較中性的這麼一種態度 讓更多人來看到 他們得出積極的判斷和決定 因為電力可以在哪裡 但是他們的貢獻 因為電力可以從來到達了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人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有任何人